各位好,又來到《越讀越正》這個環節 最近開始有朋友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波Sir,其實是不是所有的廣東話都有所謂的政治 是不是每一個廣東話詞語都有一個規範的正確寫法 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有趣 我會反問一句,你這個詞語是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香港是一個壞陽雜柱的社會 很多時候我們日常用語受著不同的外來語影響 又有我們中國古文化的影響在當中 而且香港的外來語影響是非常誇張的 有英文、有繁文、有很多不同的外地語言 影響我們的文化和常用語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詞語都是來自一些外來語的 這個詞語叫做蛇龜 大家跟我讀一次,蛇龜 蛇龜有兩種寫法 第一種就是一條蛇的蛇 第二個字,蛇字就是口字邊一個西瓜的瓜字 叫做蛇龜 第二個寫法就是一條蛇的蛇 第二個字就不同了 它的字是一個口字 旁邊一個例鬼的鬼字 這個叫做蛇龜 好了,你會說哪個寫法才是正確的呢?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不一定有所謂正確與否 為什麼呢? 話說蛇龜這個詞語是來自於英文的Scare 是很害怕的意思 蛇龜我們日常用的情況 其實跟Scare是相近的 例如例句一 你做人不要那麼蛇龜 這就是你做人平時不要那麼害怕 例句二 你做人蛇蛇龜你怎樣做大事呢? 這就是害怕的意思 基本上在例句二的情況下 你可以用搖底去支援 好了,情況其實跟Scare很相近 意思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好了,為什麼我們會有一些外來語 變成了我們的日常用語呢? 這樣說好像說外星話一樣 大家不太理解什麼外語什麼日常用語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例如的士 來自於英文的Taxi 那你會說的士會不會有證寫呢? 現在就有了 我們日常見開 見慣見熟 約定俗成就是了 的了媽媽的的 士多的士 士多的士 士多也是一個外來語 是不是? 好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呢? 話說Scare是來自於受外語影響的廣東話當中 一種叫做雜差話的一個language 而不是一個language 而是一種特定行業會說的話 我們很多不同的行業有所謂的黑話 黑話的意思就是行業的暗語 例如我們經常說的渣流灘 是來自於賭博行業的 翻攤這種賭博遊戲 而Scare跟其他的雜差話一樣 是來自於以前的警察 為了跟殖民地年代上司溝通的關係 他們要學習英文 但是英文一學就未必學得好 所以在他們日常溝通當中 當用到這些詞語的時候 就會所謂的華化了 就是說我用一些中文字 兩個中文字拼一個英文字 或者幾個中文字 去陰讀那個英文字 這有趣的現象 是來自於楊敬斌英語的系統 楊敬斌英語就是出現在一本 現在大家家裡不知道還有沒有書 這本書叫做《通勝》 《通勝》裡面有很多包羅萬有的內容 其中一種教大家學英文 例如教大家1、2、3、4 1就是溝輸的1 2就是口字邊一個土字的套東西的套 3就是飛翔的飛 這樣來的 好了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這種楊敬斌式的英語系統 其實是在我們的生活中 是日常被應用出來的 是其中一個例子 今天越冷越靜 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回來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